臨詢三位冤獄受害人 申請刑事補償法第七條 冤獄補償金被不當苛扣的一案 憲法法庭以9比3不受理本案 那針對本案的結果 民間團體非常的遺憾 那我們今天集結了七個 申原蘇建合案的救援團體 來召開今天的記者會 那我是本案的義務律師 與正義律師 那接下來由我先發言 1991年8月的時候 蘇建合、劉炳郎、莊林勳三人 在家中被捕 沒想到一被捕之後 就開啟了長達11年的關押 距今已經33年了 從案發到現在已經33年了 我沒有想到 我們現在還要在司法院前面 來控訴司法以及這個國家 對於蘇建合三人的不公對待 在2012年的時候 蘇建合三人就已經獲得無罪判決了 而這個冤案的起因的很大的一個因素 就是在三人進入警局的時候 遭到了不當的刑囚 遭到了毆打、電擊、持續的刑囚 讓他們自白犯罪 而開啟了一連串之後的錯誤 開啟了長達11年的關押 而在最後的無罪判決中 法院對於三人被刑囚的事情 也明確在判決上認定 蘇建合、劉秉郎、莊靈勳三人 確實有遭到請求 因此他們自白犯罪的證據 是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的 三人獲得無罪之後 寵了人人喊打的被告 變成了冤案的受害人 當然國家還給他們公道 三人就去申請了 一、願意賠償法 來申請願意補償金 但這件事情 到了刑事補償法院 法院是怎麼講的 法院說 對於你們被判有罪 在過去被判有罪這件事情 原因之一 就是你們可以規則 意思就是 今天你們三個被判 之前被判有罪 被關了11年多 你們自己也有責任 為什麼有責任 因為你們有自白啊 而你們這個自白 是不是請求的不好說 這件事情 刑事補償法院 做了跟無罪判決的法院 不同的判斷 強詞奪理的說 今天蘇建合三人 會被冤枉那麼久 你們自己也有責任啊 有什麼責任 你們只要沒有做的話 就算被刑求 你們也不應該自白啊 你們今天自白了 表示說你們自己也有責任 害法院判錯 所以要扣減你們的刑事補償金 蘇建合三人 的刑事補償金 因此被扣減了 標準金額的三分之一 總共而言 每一個人 少了700到1500萬 這樣的刑事補償 究竟是什麼意思 我們認為 它是對於 冤案受害人的二次羞辱 好 剛剛講的 關於為什麼要扣解補償金 所使用的那個法條 叫做可追可規則是有條款 在去年 上個月 12月15日 已經被立法院刪除了 而刪除的 提案機關 正是現在 我在我們後面的司法院 司法院提案說 刑事補償法 說受害人有可規則是有 要扣減這件事情 不明確 而且會過度適用 因此刪除了 這跟綠團在主張違憲的理由 是非常接近的 但是 這次的修法 並沒有辦法適用於過去的案件 因此 司法院 立法院都覺得 這個條文不合理 但對於過去受到這樣不合理 對待的 冤案受害人 卻沒有任何的補償 在修法過後 沒有塑及條款 所以 對於綠團而言 對於蘇建合而言 現在最後的希望 就剩下大法官 但大法官對於這個案件的判斷是 因為刑事補償 決定 並不是一個刑事確定判決 因此很抱歉 雖然 條文可能有問題 但是 時間已經太久了 因此 我們決定不處理 我們認為這樣的理由 實在非常的牽強 第一 在做成刑事補償決定的 就是法院的刑事庭 第二 在刑事上 刑事補償法院所用的證據 其實 也是過去的無罪判決 過去的案件中 所適用跟認定的證據 第三 如果剛剛所說的 法院在判斷中 還會回去看 今天這個無罪的被告 是不是真的那麼的無辜 如果你不夠無辜 就要扣解你的補償金 這其實就是對於 三人無罪的被告 殘餘罪嫌的判斷 而這個判斷 在本案中 當然也對三人不利 實際上就扣了 非常多補償金 國家對於 恩慾受害人的加害 叫做冤慾補償 而如果今天一個人 把另外一個人關起來 這個是一個刑事犯罪 是私刑拘禁 如果這個判罪的判斷 對於這個判決有誤的話 是沒有任何期限的 為了回復實質的正義 對於憲法法庭而言 他們都會受理刑事案件的申請 但如果今天做錯事了 是國家 是國家把人民錯關錯判 關起來 這件事情就不叫做刑事犯罪 叫做刑事補償 超過五年 你就不可以再來申請 這到底哪裡合理 對於冤案受害人 公平正義究竟何在 今天 在被關押到現在 蘇建和三人 從2012年 和2003年 法院第一次做了無罪判決 終止了三人的關押 到2012年 三人最後獲得了無罪判決 獲得無罪判決之後 至今已經也是第12年了 蘇建和仍然在司法中 不斷的尋求正義 不斷的尋求 合理的補償 而且在民事判決中 也還沒有確認 他們究竟要不要來 免除民事賠償 對民事賠償這件沒有責任的事情 已經獲得無罪判決的結果 蘇建和還要一次一次的 在司法中 證明自己的清白 要證明在警局被 遠景環視的情況下 被刑求 蘇建和還要自己舉證說 他有被刑求 這件事情我們認為非常不合理 以上是我發言 那麼接下來請到本案的另一位 義務律師同時也是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的副執行長民 如律師來為我們發言 大家好 感謝大家今天願意在寒風中出席 我們今天在這邊 要談的事情很簡單 願意救援 他訴求是國家認錯 國家司法對於他犯的錯認錯 但刑事補償是更基礎的事情 刑事補償是對於一個 司法已經確定犯下的錯誤 我們國家如何去補償 如何去面對國家機器所犯的錯誤 這個基礎的問題 蘇建和三人 他們已經走了這段冤獄的救援的路 到刑事補償的路非常久 今天我希望 如果立法院司法院 憲法法庭 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前輩們 你們有看到這兩季角落的話 你們看看 我們今天三四十歲的人站在這邊 我們這些年輕人 年輕的世代 還在為這個國家三十年前所犯下的錯誤 而且持續犯下的錯誤 在這邊大聲擠呼 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 我們站在這邊 不是不希望讓歷史過去 但是為什麼冤案沒有成為歷史 為什麼酷刑創傷沒有成為歷史 我們還在這邊必須要開記者會 其實是誰造成的呢 我們為什麼今天選在司法院開記者會 而不是立法院說今天 跟刑事補償的條款 你就算刑事補償修法了 但是沒有這個 就是顧及到過去的冤案的補償 你為什麼我們不是在立法院開 我們希望凸顯的 就是說這從前面 冤案的這個刑事補償的法院 犯下錯誤的這個科扣的一個行為 然後再接下來 司法院立法院在修法的過程中 沒有去進行彌補 一直到憲法法院大法官也錯失了 去讓他們可以回復他們憲法上面權利的機會 這是一個環環相扣 每一個人都在其中 一個共犯的體制 所以我們今天選在司法院來開這個記者會 希望可以凸顯 這是一個司法最沉痛 也還沒有過去的一個歷史 但是誰 誰有辦法去彌補這段歷史 我們今天的新聞稿裡面有四個訴求 我們希望簡化告訴大家兩點 第一個是 今天立法院 立法院 你有機會你補 今天刑事補償法 修法也沒錯 但你在你選舉期間 拿出這項證據來告訴大家說 你做了一個人權保障的一個修法的時候 不要忘記了 是你們選擇放棄 你們選擇被記憲過去曾經受到侵害的人 你們並沒有補償他們 你們沒有讓他們傷痛被撫平 這個刑事補償的修法在選舉過後不可以被忘記 那司法院你們作為刑事補償的一個修法的主責機關 也必須要積極的研議來送交立法院來審議 這不是一個歷史 你們也沒有功成身退 這你們還有一些人你們選擇放棄了他們 這是第一個我們希望訴求的對象 立法院司法院你們是有機會彌補的你們必須要彌補 第二個部分希望告訴大家我們今天其實很特殊 剛好元旦結束 在司法院前面騎海飄揚非常弱的國旗 我們到底要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如果今天我們在選舉期間每個候選人都告訴我們 台灣是亞洲民主人權的燈塔 我們真的有做到嗎 今天我們是一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一個國家 但是國家人權委員會你對於酷刑的調查 酷刑的個案 酷刑的制度的研擬 還有酷刑的個案它在後續創傷的屏幕上都是有責任的 你有做一些什麼事情嗎 今天一個國家在面對國家過去犯了錯的追究跟彌補 講好一點點是轉型正義 我們國家人權委員會對於不同的性別族群還有歷史身分 大家可以看到他們在台灣漫長的民主轉型過程中 去面對了很多的傷痛跟不公義 有沒有看到司法中的受害人也是其中一個族群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弱勢族群在過去所面對的傷痛 有沒有被轉型正義的這個思維給涵蓋跟彌補 還有追究的情況下 我們如果忘記這一群司法受害人也是其中一個族群的話 那台灣作為一個號稱人權立國想要走在這個人權民主法 這個道路上面的一個國家 司法受害人的歷史永遠會成為人權歷史上面的一個物質 我希望我們今天在司法院前面 在這個國旗漆海飄洋的一個背景之下 大家可以記住這一點 立法院司法院憲法法院還有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前輩 如果可以看到這場記者會可以記住這一點 以上是我的發言謝謝 謝謝李明露律師的發言 那我們接下來就由團體跟義務律師 一起來表達今天的訴求 冤錯之人何錯之有 冤錯之人何錯之有 行求之痛何時補漏 行求之痛何時補漏 行補缺失立即修正 行補缺失立即修正 好那今天很感謝就是由台灣人權促進會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國際特色組織台灣分會 台灣約運平反協會 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等 以及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七個團體來一起成員參與這樣記者會 那請問現場的媒體朋友有沒有需要提問的 如果暫時沒有需要提問的話 那就謝謝今天聲援的團體 及媒體朋友的參與 謝謝大家 我們拍一張就是各團體的 好